师父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知道就是东方台 一贯包括师父也好 一贯主张我们不集资不敛财 要爱国爱民 那么有的同修呢 他就不明白怎么样算敛财 有的时候呢 还认为自己发心是正的 是在做功德 没有问题 会有护法菩萨保佑 那其他的同修有时候劝呢 就是建议他跟东方台沟通一下 看看是不是如理如法 那么他们也不是太愿意 所以想请师父 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怎么样算敛财呢 很简单了 凡是把人家的钱 对不对啊 拿来用到不正当的途径 或者就是说不应该拿的 你没这个权利拿的 你就是水炼财 什么叫权利啊 你慈善机构可以拿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你不是慈善机构 你个人拿钱的不叫骗钱吗 很简单了 不合法的 怎么可以这样啊 你发票开得出吗 你是慈善机构吗 你跟政府有沟通吗 有没有注册啊 你凭什么拿人家钱啊 你就是 你就是买一样再小的东西 人家都可以给你发票啊 对不对啊 你空手 问人家拿钱 不叫联财 叫什么 对不对啊 慈善机构 可以捐钱 东方台现在是慈善机构 你们知道吗 对不对啊 是 应输啊 什么东西啊 开法会啊 很多 他这是慈善机构 他慈善机构 全部受政府监控的 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的 明白了吗 你们现在自己自身的 在外面说 啊我来帮你应应书 我来帮你怎么样 这不叫机构吗 而且不如理不如法 叫大家可以去问问律师 如果不符合国家的政策 你就叫犯法 就叫违法 听不懂啊 像你们自己 要在国家 要遵守当地国家的法律 在中国的 一定要尊重国家的法律 明白了吗 好了 如理如法 就可以了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今天的问题就问完了 请师傅保重身体 OK 感恩师傅 再见 再见 好 师傅再见 感恩师傅 感恩关心 不大